面罩手套口罩全戴好 警衛一个一个替游民量体温 没戴口罩的柔性劝导 睡着的也只能无奈的帮他们量体温 疫情爆发后 这是他们的每天例行公事 但游民就是无家可归 只能在这群聚 深夜11点多的万华猛甲公园 位在龙山寺的正对面 自从三级警戒宣布户外禁止群聚后 这里的人潮的确大不如前 少了观光客 这里几乎只剩下四海为家的游民 担忧成了防疫大漏洞 北市议员提了这建议 他认为游民会聚集 是因为这里能让他们遮风避雨 在地间商也认为 这是能让万华改变形象的一个机会 万华的女人不敢来12号公园 万华男人也不来12号 12号公园都是外地人来了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群聚部落 一个群聚的感染 我们的12号公园什么最多 游民最多 刘英最多 我们现在恳请柯文哲 把握这60年一次机会 一次机会 把这些良情全部把它打掉 对此北市社会局回应 因为游民也有人权 复制警卫每天都会帮他们量体温两次 没有口罩也会提供 若有意愿被安置会协助 毕竟是公共空间 无法随意驱赶 水球里装着满满的酒精 朝游民附近砸 有YouTuber为了劝导戴口罩 只要有人不配合 就砸水球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极端手法引发讨论 毕竟若有地方 可以住有充足的物资 谁想在疫情肆虐的当下 在外啪啪噪 TVBS新闻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